看看新闻网 我们特意点出就是把职能转变提升到和机构改革同等一样的地位 这是本轮机构改革当中一个大亮点 它比部门的撤并职能转变要更难 但是它也更为重要 所以这一次改革突出强调职能转变 它是抓到了一个要害 它说是要害 这个要害同样也是被媒体抓到了 而且做了不同的解读 我们先来看 中国青年报 它就说改革它并不是为了分权利 一个蛋糕 它不是游戏 不是说今天你这个部位权利大点 明天它那个部位权利大点 关键还是要看是向社会放了多少权利 另外成都商报 它也说大步制大步走向市场和社会 其实就是走向法制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这是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需要 另外我们来看重庆时报 它也说减政放权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要提高政府的效率和公共服务的能力 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有效的公共服务体系 这是它的一个观点 但是我们都知道 放权这种事情说起来当然很容易 但做起来真没那么简单 因此我们来看新经报 它就说减政放权 它几乎是触及到了所有部门的一个利益 肯定会遭到空前的阻力 这盘棋不好下 那么需要执政者的一些智慧和勇气 说到改革当然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所以它一定是一种渐进式的 而就在大家都觉得我们的政府在朝着大社会 小政府这样的目标靠近的时候 我们来看环球时报再次冷静的指出 中国的机构改革 不管怎么改 中国政府都不可能最终变成一个市场环境下的小政府 为什么 因为中国现实的国情决定了中国政府的这种职责 肯定都会被西方国家的政府要更大要更重